男人越是舍不得你,越会这样表现,别装不懂 第一,越舍不得你的男人,越会对你慷慨,不会斤斤计较 男人只有对自己喜欢的女人,才会心甘情愿一味付出,不问回报 一个深爱你的男人,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如果一个男人跟你相处过程中,喜欢跟你把账算得一清二楚 那么很可能他只是想跟你玩玩而已,并没有想要跟你认真地相处下去 男人想要追求一个女人,必须要懂得付出 就好像放风筝,要飞得高,首先必须得放线 如果一个男人,连出去吃顿饭,或者买个小礼物,都要跟女人算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珍惜 第二,越舍不得你的男人,越愿意将你当成宝贝,而不是保姆 男人舍不得你,才会始终把你当成心甘宝贝 男人越不舍,就越愿意将你当成宝贝一样珍惜 很多女人都听过,恋爱中的女人像快宝,婚姻中的女人像根草 这句话其实并不准确,只有不够爱你的男人,才会这样区分 不爱你的男人,他不会舍不得你 他会觉得,你对他的好都是理所应当 所以,这样的男人,婚前婚后会有天壤之别 婚前,他会宠着你,哄着你,把你当成宝贝 婚后,你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保姆 你的付出再多都得不到回报 第三,越舍不得你的男人,越懂得尊重你的过去 一个深爱你的男人,不会主动窥探你的过去 因为他舍不得你 他害怕知道你过去太多,反而会心生芥蒂 影响到他对你的感情 虽然他爱你,但是他更舍不得你 一个舍不得你的男人,会尊重你的过去 因为他知道,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过去的故事和秘密 尤其是女人,如果一个男人只知道一位追寻女人的过去 经常追寻他过去的情史 那么他一定不够爱你 爱你就会懂得尊重你 感谢观看